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 你剛剛看過這個搜尋的技巧 我們再來看 找圖片的方法 請問各位有沒有用過 Google找圖片啊 或者是用雅庫找圖片也有 對不對 經驗好嗎 出來問個經驗好不好 我可能問一個問題 你找圖片都怎麼找 有人就要說廢話 關鍵字爬的槌屋啊 你怎麼打的關鍵字也不要亂 這個人我就看過啊 叫你給我又叫你出來 像我就不認識他 那我怎麼叫 請問你要打什麼關鍵字 這幅畫我看過啊 那個地區那個照片我就看過 可是我就講不出來 沒有啦 相當地邊要下你的關鍵字 所以我們找圖片 有一個小方法可以用 有兩種 一種是你有圖片的 我直接用圖去找 另外一種是你搜尋了 部分結果之後 我們從結果裡面去找 這也可以 所以網路上有沒有聽過一個 叫做人肉搜索 有嗎 當然Google這個不是做人眼辨識啦 但是 你透過這個方式 原則上如果那張圖片在網路上的活動不夠的話 其實 應該都有機會找到 當然Facebook是沒辦法找 因為Facebook是屬於公地的嘛 對不對 他是需要 加入才行 那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假設啦 我在這邊 我找一張給你看 像我們上次就用 好請問一下 這個 這一張你要找什麼關鍵字 海中空 可是黃色小藥有來海中空的嗎 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顯然是 會不會有合成的啦 好那你可能會想 這個黃色小藥一起去打黃色小藥 請問打黃色小藥會找到這一張嗎 不一定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黃色小藥有去過高雄 有去過 有去過 有桃園 有基隆 最後在基隆嘛 對不對 就是剛剛沒有來海中 所以你可能用黃色小藥不見得找到的就是這一張 那所以呢 其實有一個方式你可以試看看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然後來 我們進到這個右手邊 我們的這裡 我先回到這裡來 回到標準的 請你不要在搜尋網頁這邊做 這個動作要在搜尋什麼 圖片那邊 哪裡有搜尋圖片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搜尋圖片 叫邊拿出來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嗎 可以啦 知道有在這邊了 所以你要進到這邊 進到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就來去看看囉 我就把剛剛那一張把他丟丟丟丟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出現什麼關鍵字 以圖搜尋 有沒有 這裡 有沒有看到以圖搜尋 放開 對 你就說你今天其實 萬一你真的不知道他的關鍵字是什麼 什麼時候 其實不要客氣啦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怎麼樣 去找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搜尋的結果跟你找得有點不一樣 我們上面有沒有變成我找的那張圖片 而且他很聰明的 有沒有發現把你把關鍵字找出來 他還知道 小漾沒去過台中 對不對 關鍵字就把你查好了 那你從這邊找 你不只是找到那一張圖片 而是找到 那一張圖片 相關的所有資料 全部都發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是 人家就想說圖片會說話嗎 對不對 那你今天 我透過圖片的方式 我有這一張 可能也許網路上沒有這一張 那你可以用 脫力的方式 就把它 拖一進來 所以這個叫做 你怎麼搜索 那這個不是新功能 Google很早以前就有了 只是因為大家普遍的常常都用Google 還有一個要提醒大家 不要拿阿姨開玩笑 阿姨沒有這種功能 你不要回去 你要幫你說 我丟進去 怎麼出現下載 因為人家就沒有那個功能阿 所以你要用Google流氧器 或者是火火屋都可以 這個稍微留意 那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 找到更多 當然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找 直接從這邊 它去做的大小 或者你就直接找其他的 也可以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發現 它也有知識圖 對不對 相關的 可能跟這個大黃鴨 有關的一些 資料 他也 幫你整理起來 有幫你整理起來 好 那 你可以點一下所有大小 為什麼要點一下所有大小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 有些時候 你要的圖檔 尤其有些時候你可能要做這個 所謂的報告 成果報告 那你想要把它列印出來 列印出來解析出在家行不行 可以阿 比較難看而已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你本來手邊 剛好這個圖片是比較小張的 您可以試看所有大小 他會幫你找到 比較多的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找的這一張是比較小的 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有不同的Size 這邊 這邊 是不是都是不同的Size 對不對 放在眼睛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看到的 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找 那當然 在這裡 以途找圖還有很重要的 你要會 試看看喔 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先把這個清掉 然後把它還原一下 回到這邊啦 假設我單純喔 如果你不想要用這個結果的 我就把這個關掉 我直接用這個黃色小牙去找 你也可以用這個黃色小牙去找 你也可以用這個黃色小牙去找 一樣有脫衣的功能喔 你看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張 你想要找哪一張 看起來都是腳 假設這一張 你可以按著它 有沒有發現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用過這一招 有的也許有用過 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沒有用過對不對 其實這一招你可以這樣直接丟進來 他就是用這一招去找 所以這個也叫以毒受毒嘛 有沒有一樣的結果 這種方式就是說你已經知道 還有一件事 而且找到 可能是你要的 那我就直接在上面直接拖衣就好 剛剛那一種方法是 這家毒墊 我可能不知道在哪裡 或者是跟我網路上 你用 你會的方法 我找就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從你的 電腦面直接傳到上面去 他就用拖衣的方式丟進去就好 丟進去那就可以找到 所以這個是 這個 這種方法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呢 其實你點一下 假設我找這一張 剛找這一張點進來 很重要的 各位你千萬 如果你要的圖是比較大張的 千萬不要在這邊按右鍵直接存下來 因為這個是小張的 買一張才是大張的 有兩個地方你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Size 有沒有看到 對齁 這裡有沒有Size 萬一如果這一張不是你可以點這個 點這個尺寸的地方 它就像我們剛剛一樣把所有尺寸都列出來 所有尺寸都列出來 但是不管哪一種方法 你要看 圓圖 一定要怎麼樣 查看下面這個 有沒有查看圖片 這才是點到最原始的那一張 你千萬不要再看這個結果 就直接存 那個是小張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把 按一下 這個才是真正的Size 雖然它不是很大張 但是 這個 跟這一條還是有不同 你也可以從這邊點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看看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所以你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呢 那這樣你在找 圖片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比較多 可以參考的方法 最後 還有一個工程 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這邊 剛剛這個 會了對不對 這個也會了嘛 剩下一個就是這裡 我們知道就是有版權上的問題呀 對不對 如果在顧客上找圖片的話 我們也會盡量希望說你不要不小心踩到那個地點嘛 因為你用關鍵去找了 可能這個圖 也許是別人的版權 你不能亂用 那所以呢 Google最近呢 也有推出一個就是 幫你做所謂的 智慧 那個 叫做 智慧財產的 就是 那個篩選 篩選的部分 當然這個部分其實 Yahoo做的比較早 Yahoo做的比較早 那Google現在也有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比較清楚了 好 你看我到這邊來 回到上頁 這是我們剛剛搜尋的結果 這裡我把它關掉 好 你看這邊有一個叫搜尋工具 有沒有看到使用權限 再拉一點 你從搜尋工具這邊按就有了 那麼這裡呢 就有很多種 包括能不能在商業用股使用 這樣有沒有看到 所以當然這個搜尋 篩選之後 結果一定會比較少 這是正常的 可是 就是 至少你比較多會踩到地雷啊 所以我們覺得你如果 萬一比較 射重一點的 你可以 就是用這樣的圖戶 試看看 這樣子 我們在篩選的時候 會比較少 有沒有比較少很多 對不對 可是至少 你用起來 稍微安心一點 但你要更謹慎的 我們還是建議各位 就是 到它圓圖網站去看 看看這個是在哪裡公布的 如果是一般 比如是商業型的網站 可能 也許你要用的時候 最後還是要留意一下 但是至少 先幫我們做出負的過濾 出負的過濾 好 所以 我們剛剛 這一段 大家 不過的搜尋技巧 必修題 請問大家都學會了嗎 三格 知識圖譜 遺圖上譜 再來就是這個 篩選 就是這個 篩選的部分 所以 給大家稍微簡單參考一下